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的父皇在他小时候另娶了一位太太 而后皇后非常讨厌周末 处处流难他 更叫皇帝赶走他 在周末被皇帝赶走后很伤心 因为怕被人时迫他是王子 周末将骏郎的外表装扮成全身黑色 更远离了父皇的国土 后来周末遇上了一位师父 师父教懂了他念经 他因此更容易捉鱼及打猎 借此自力更生 过了一段时间 一位皇帝有七位公主 其中六位都觅得了好夫婿 但小公主仍是遇不上心仪的对象 最后皇帝下令要单身的男性国民 到皇宫给公主挑选为夫婿 周末听后立刻前往 小公主看见周末骏郡郎的一面后 便决定选择周末为其夫婿 虽然得到小公主的垂青 但是皇帝及皇后仍不喜欢周末 处处为难他 要他捕鱼及打猎 天上的神仙 看见周末受尽凌辱后 决定帮助他 神仙下凡面见皇帝 下了一份战书 要与皇帝来一场马球比赛 如果皇帝输了便要赔出国土 但皇帝从没有打过马球 大臣和战士也没有人懂得此项比赛 在担忧如何处理的时候 皇帝最后决定 要周末帮他带起参加此战 周末也硬了下来 将一身的黑色除掉迎战 最后获得了胜利 周末天神 是一位位阶等同于四面神的一位天神 所拥有的成愿法术 可以让人心想事成 经营满代 只要重信他的人都 可以在各方面获得晋升 富贵 即便是陷入谷底 也能渐渐地好运起来 供奉周末天神可用红色的鲜花 能获得周末天神的欢欣 在泰国 周末天神是代表财运 幸运 人缘与平安的一位神奇 据说 佩戴周末天神 可得到幸运之财 并且能拥有人缘即平安 另外 也有人将周末天神 供奉在家宅里 庇护家宅平安